《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一節天氣報告 我是蔡子純 在一股和暖的偏冬氣流影響之下 香港今早的天氣都頗舒服 去到今早的六點鐘為止 見到市區的最低氣溫大約是19度 新界有些地方是在低兩三度 如果大家是住在這些地方 又要做出門口的話 最好都是穿多件外套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就可以見到 有些雲層由南海北部 在昨晚慢慢靠近到香港 所以如果與昨天的下午相比 香港今早會較為多雲 不過留意到 這些雲層都是比較薄 以及比較鬆散 預計香港今日日透陽光都會不錯 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會是大致多雲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就會上升到23度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 這一股偏冬氣流將會持續影響廣東沿岸 由於這股氣流主要是經過海面而來 而一般在一月份 海面的氣溫要比綠地高 所以我們預計 接下來的兩三天天氣將會持續和暖 部分時間有陽光 要到下星期初的時候 隨著一股東北季後風的抵達 我們的氣溫才會右手下降 今天的天氣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